《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風景旅遊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 被誉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桂林山水甲天象》也是千百年來世人對這個風景名城的讚美 《桂林》地處廣西東東部 人口488萬 城區人口60萬 《桂林》以山清水秀對其石美著稱儀式 奇特的顏戎地貌及自然山水神域造就了桂林秀麗的山水風光 其山水相依與變化萬千的自然景色交相輝映 更賦予桂林的山以神資仙态 梨江的水如晴似夢 八百多年前 宋代王政公寫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篇 是《桂林山水名揚天下》 唐代詩人韓裕有《江座青羅代》《山如碧玉簪》的詩句 讚譽美麗的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 göngわか滴下》 距離四周戊 凌江是世界上風景最美麗的河流之一 它发尾于桂林东北新安向猫尔山 从桂林到阳朔的八十三公里黄金光水道 像一条青筹绿带 盘绕在世界上发育最典型 最完美的卡斯特风影之间 沿岸珠峰奇绝入化 风鸾导引在江属中 江面上渔州点点 好似船在青山顶上行 美丽的黎江 秀架天下的山水美景 山峰 瀑布 凤尾竹 村庄 构成一幅出神入化的诗画长卷 无不令人陶醉 迄今为止 已有四位美国总统慕名游览的黎江 世界各国慕名游览黎江的政要数不胜数 2007年被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黄布滩是黎江的精华景点 江中有一块宽树杖黄色的岩石 像布一样平铺江底 故成为黄布滩 黎江的导影要赴黄布滩最自人 黄布滩左右两岸有七座大小不一的山峰 好像七位浴水的少女 人们家他们称作七姐妹下凡 黎江山水之美美在导影中 黄布滩是观看黎江寻风导影的最佳处 自然中的黎江烟雨已经够美了 美得让人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美得让你在他面前束手无策 当萌萌烟雨中的青山秀水被云遮雾盖 点点山丸就像美丽的少女扯起薄纱 隐藏起自己多姿的颜蓉 时而她又半仙雾披 从飘渺的云雾中羞涩地走出 烟雨赋予黎江更多的是神秘感 眼前的黎江细雨如沙 飘飘立立 云雾缭绕 如湿如晃 如梦似幻 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 真可谓是万山不见山 尽在烟雨间 虽云漫起伏 无山 游有山 离江烟雨是一种藏而不露 露而不尽的美 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美 一种沾满了潇洒超脱的水墨气韵的 血液的美 九马华山在黎江东岸华山村附近 其溪面临江处翘顶如霄 在高宽百余米的石壁上 有九匹栩栩如生 神态各异的骏马 妙去横生 令人叹为观止 生命者就有绘 comp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硕是中国旅游民县 山青、水秀、洞奇、十美四大景观特色造就了杨硕这方人间仙境 大自然的特殊恩赐给予了杨硕富甲天下的临山秀水 迄今已有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0多位总统、总理、首相、部长到杨硕观光考察 杨硕也被世界旅游组织定位为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眼前的这棵大榕树置于隋代 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 其树冠成圆形 远远望去像一把绿色的巨散 近看树枝盘根错节 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 其中一枝直径有0.6米 横出十余米 好似一条巨龙 传说当年刘三杰与阿牛哥在大榕树下抛锈球定下了终身 大榕树下抛锈球结良缘 充满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让人流连忘返 游览完了大榕树 我们来到高田观景亭 这里是看日落的最佳处 大榕树一带的自然风光非常以理 悠悠的金宝盒 似天上仙女抛下的一条玉罗带 在我们的眼前蜿蜒梳展 岸边古戎燕映着村庄 村舍鸟鸟的吹烟 这里的山 水 田舍和凤尾竹 有一种如此江山化不如的天生丽质 月亮山 距县城约六公里 又名明月峰 山高二百三十米 月亮山山顶石壁 有一个巨大的穿洞 形如明月当空 沿山前立村的上月路 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月亮山的圆月 半月 霉月的形状 沿着八百多级登山道 可直达月洞 月洞高宽约五十米 月亮山也可算得上杨硕县的一大奇观了 小蜘约五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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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月亮山 小蜘约五十米 千万三十米 明月四十米 小蜘约五十米 行月整合完 此百多级 戴字时刻 字中尽有力 字中有字 字里含有一代山河少年努力比翼 书童山位于黎江与田家河会合处 山体姿态奇特 好似一个古人捧书颂读 因此人们称之为书童山 御龙河发源于林桂县 全长42.5公里 其中也白沙御龙桥到高田骆驼过江 这一段风景最佳 御龙河十里画廊风光 宛如一幅诗意的画卷 两岸齐风环烈 百态千字 河畔田园碧 河水清澈 宁静见底 微移曲折 这么美丽的自然景色 怎么不让人留恋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景观专家 卡尔博士徒步考察完御龙河之后说 御龙河实在太美了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最美丽的地方 末尔博士徒步考察完御山 河水清澈 飞兰博士徒步考察完御山 华士徒步考察完御山 欧尔博士徒步考察完御山 未经许可 最美国哈佛 水清澈 华士徒步考察完御山 河水清澈 风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沐浴着晚霞 飘渺扑朔 山影倒映在江水之中 百姿千态 妙不可言 星平是美丽的黎江山水风光晦翠之地 这里黎江水面平缓 两岸山峰导引在水中 相融相映如梦幻一般 雅茜茜茜茜茜茜茜 赌尘 冬崴回能寰 冷水こと 中海水有 biciciel 大核を培 intentions 优分取 冬崴回能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从星平古镇码头沿离江往下两公里 便是著名的渔村 星平渔村建于明德年间 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这些古老的民居建筑 大多数是用青砖灰瓦 码头墙 飞檐画洞 雕窗花 1922年冬 孙中山先生北上时曾到过这里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渔村访问 如今这个小小的渔村也闻名于天下 这些小小的渔村建筑 这些小小的渔村建筑 那么这个小的渔村建筑 是一般小的渔村建筑 在古充田中央建筑 这是一般小的渔村建筑 这些渔村建筑 我让你去尔村建筑 是一般小的渔村建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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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